大家好,哎呀我现在算是算是准备好了吧 这个这个十月坏胎一朝分娩啊,咱们开始说说科学吧,说物理吧 这个其实物理跟这个打仗也一样了,干什么事情都一样,都是要知己知彼啊 说物理呢,那就是那个比,就是自然现象,或者是 实验现象啊,或者是 人编出来的所谓思想实验啊,这都算是比,然后我们自己是人啊 这个这个这个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样啊 所以所以我这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呢,这个这个物理呢,是 是另外一个角度的 就到目前为止,人类这个物理呢,或者说科学啊,整个都是这样,随着物理过来的嘛 这个都是这个观观察者的这个讲故事啊 这个 科学家们都是观察者 然后然后他看见什么东西 然后无论是实验的,还是自然 自然现象 是天文的,还是地理的,还是海底的 然后他或者是做实验 然后呢 解释这些现象 简单的说呢,通俗的说呢,就是讲这个故事 那么讲这个故事当然是了,用人的语言,也用这个数学语言 这就 这就从知己知彼的角度来说呢 应该说是知己 但是呢 就不知彼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物理呢 就是这个 彼的物理啊 就是说 人作为观察者到目前为止 科学是观察者的 讲故事 那么我呢,就给大家试图讲这个 被观察者 那个 角度的故事 说 这个 这个说的一般一点的话呢 就是 自然的故事 就是我们观察一个东西啊 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啊 和这个东西 不是完全 一样的 打个比方吧 就就跟你在视频上看见我呢 这个 这个也不是我 只是我的一部分 这个面对一个 一个东西啊 只要我们 只要不是最简单的啊 像个球啊 你摸到一点以后 这就是个球 你不用全部都摸到啊 反正它是个球 摸到一点就可以了 一点就代表全部 作为球呢 那是 那是可以一点待面啊 你就说这个月亮跟太阳也是这样的 物理学家们非常津津乐道的这个这个一个说法就是 月亮 不看的时候是不是在哪 哎呀 看的时候 是不是在那 你也不肯定 因为你看到的是那个发出来的光啊 对吧 并不是 但是太阳是发出来的光月亮还是反射的光 月亮在 你看哪怕你看着月亮月亮在不在那你也不知道 你只是看到了月亮反射的光 你看着太阳也一样 那个光 到你眼睛里还有好几分钟呢 这过程中间 那个太阳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你也不知道 所以 所以这个自然的故事啊和这个观察者的故事啊会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哎呀 我这个 我这个没有买没有买印刷机啊 我一直不没买印刷机啊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买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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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印油啊 那个油墨啊 我无论他叫什么名字了 所以呢 我这个 这个呀 我就没有印中文啊 英文 我在办公室印英文 我还稍微的这个心心里边踏实一点啊 印中文还是我们这个还是有点guilty啊 有点这种 哎呀有点犯罪感 那个意思啊 就是 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在办公室印中文 哎呀不管了 我明天大概可以印个中文的吧 所以我现在只有英文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最早的这个题目呢 叫做 物理 从这个 物理的这个 二向性 从观察者 到 被观察者 就是就是只说这两个角度了 一个是观察者的角度 一个是被观察者的角度 现在的我选择的这个题目的最后最后决定的这个题目吧 叫做 物理 Nature's perspective 就是自然的这个这个角度 或者说自然的视角 这个下的这个物理 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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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最最明显的特点啊 我我我我看着这个因为我现在说中文啊 所以我看着这个这个我屏幕上这个中文给大家讲啊 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呢 就是 就是这个自然啊 它是个 它是个有限的 整个宇宙的原子 都是有限的 但是呢 但是呢 自从这个牛顿发明了微积分以后啊 当然还有包括来不定字啊这个法国人 发明了这个微积分以后啊 大家就开始特别喜欢取极限啊 也特别喜欢求导数啊 这都成习惯了啊 这就几乎不不求导数不取极限不弄个微分方程 这物理学家们都没法活啊 可是可是这个世界它毕竟是有限的 它是离散的 都别说都别说不能求导数了 他连续都不连续 你还这么求导数了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这个统一常论 那个他自己也我想也也也没注意到这事啊 从我的从自然的角度啊 从被观察者的从自然的角度 从知己知彼的角度 爱因斯坦很知己了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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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功率很强啊 所以他要他要找统一常访方程啊 自从自然的角度的话 这是离散的 根本就不能求导数 你像爱因斯坦国外其他还要求两节导数的 那引力是是是是是这个曲率 曲率要求两节导数了 自然哪有这玩意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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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相对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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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就可想而知了啊 然后你你所有这个这个片没分方程解出来的东西啊 这在物理在自然中间有没有对应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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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说着呢 所以所以所以从这个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这个这个就是个二向性了 你有你的故事 还有他的故事 然后 一个特点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你看到东西是连续的他看到东西是 这个自然的东西是离散的 所以呢 就有就有一个人讲的故事呢 就是基本上是连续的 特别是近代啊 近代物理讲的故事都是连续的 因为要写分分方程嘛 还要取集仙求导数 都是光滑的 还不仅连续啊 还要光滑 甚至有些东西还要解析 我操他妈的 辅编量的辅导数都出来了 我操他妈解析 我操自然拿到这玩意儿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物理的这个这个这个二向性啊 就是有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的二向性 有连续和离散 的二向性 有有限和无限 的二向性 具体的呢 这个爱因斯坦总结的这个 光的这个玻璃二向性呢 就是啥呢 粒这部分呢 粒子这部分呢 这个是离散的 这个很明显 波这部分呢 就是个就是个连续概念 所以玻璃二向性呢 也是 连续和离散的二向性 或者说无穷 和有限的二向性 那 哎呀 这一说也就 好几分钟了 这算是个这次算是个影子吧 我我我我明天再录 再往下讲 这个 那么那么从自然的角度看呢 那当然了我不可能是自然了 对吧 我只能试图从自然的角度来看 我是人嘛 然后呢 从自然的角度呢 那当然 本质上来说的话呢 应该用自然的语言 可是自然有啥语言呢 自然又没有 没有别的语言 自然 自然唯一有的语言 我们能想象到的 那就是自然数了 连自然连零都没有啊 1234567 自然只有这个 然后呢 自然还有啥 可以认为自然有加法吧 也可以认为自然有减法啊 这个成除嘛 哎呀 加上也无所谓了 那么 那么这个这个自然 算是算是这个这个就是人和实验 人观察实验 观察现象 那么对面呢 就是这个自然 就是这个 实验 那么这个 己是人 彼就是被观察 那么 那么作为想从这个自然的角度来讲故事呢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因为我是人嘛 我用的语言也是人的语言 我学的数学也都也是连续的 哎呀 我也是做过微分方程的 所以 所以我很难很难 这个这个做 用自然的角度来思考啊 非常困难 一不小心我就成人了 因为我不是人吗 那么 那么怎么来 做到这个 尽量做到这个 从自然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呢 那么呢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啊 我我也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就说啥呢 就是说科学 我从 我看这个科 物理学家们这些实验啊 我跳出来看 我把我把这个实验和物理学家们一起看 那就是说我就是个第三者 那么一到第三者的角度呢 这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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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邪门了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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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了上帝的视角了 其实也差不多了 就是就是要跳出来 然后从这个 上帝的视角看 用咱们 用咱们这个这个 庄子的话说 那就是逍遥游啊 那那那冲天一上啊 毛主席给总结出来的那就是 昆蓬展翅九万里啊 这个这个翻动 扶摇 央角啊 背负清天 朝下看 都是人间 城阔啊 那那你 你在高处往下看的话 你就看这些物理学家们做实验啊 然后从这个 自然的角度 从这个 被观察者的角度 从第三者的角度 从这个 上帝的视角 来看这件事情 这个这个故事还是还是很好玩的 啊 今天今天今天算是个引子吧 我这个 然后 哎呀我录录了以后也是一天发一个啊 这个我这个因为因为上传还挺慢的 他妈的我这个 我这个还是光鲜呢 他妈的真是啰嗦 好嘞